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这样独居一人加一只大肥猫 简简单单生活就很安宁 舒服 当我开始享受做饭后 我发现不但能放空自己 做菜的过程也很治愈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做好菜是为了抓住别人的胃 其实应该是先抓住自己的胃 把自己照顾好 健健康康 比任何事都重要 我很看重家中的香气 我之前了解到 Aroma Therapy中有提到过 嗅觉能帮助我们 在舒适的氛围内 恢复生理和心灵健康 所以我希望在家里的每一刻 都是舒适惬意的 香薰 我会喜欢味道偏淡雅 因为运动我瘦了40斤 所以我一直在坚持 也是为了享受爆汗后 身体产生的内肥态 它和多巴胺不同的是 内肥态帮助我们阵痛 增强心理韧性 内肥态不仅在运动中产生 但我们的生活里 遇到具有挑战性的事 只要我们坚持一下去克服它 就能获得宝贵的内肥态 一次比一次更有韧劲 太累了 但是完成了 痛苦过后 就是 内肥态分泌 之前也有朋友问我健身 需要戴什么 我平时身上都会背一只唇膏 时不时就拿出来涂一下 尤其是有氧运动完 口干舌燥 蛋白粉杯 运动永远离不开蛋白质 有这样的杯子 抓一勺蛋白粉 运动完喝是必备的 耳机是有氧运动的绝配 排忧姐们 听听音乐 播客 刷刷剧 有氧也变得有趣很多 这些都是我的健身搭子们 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学习语言 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兴趣爱好 我现在会说英语 德语 粤语 在学习和开口的时候 我都感到很享受 因为能跨越语言的鸿沟 无障碍的交流 还能让对方理解你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我寻 都要登楼 还有就是这个小区 一定要保安 老师拜拜 拜拜 再见 下次见 拜拜 好了 以上这些就是我用一天的时间 找回生活松弛感的一些方式 你们都喜欢做些什么 来享受生活呢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